男生不想跟他谈夫论嫁 这是因为他的胖吗 不是 因为就是当时半年嘛 就是太着急了有点 我感觉婚姻就应该那种 循序渐进的 那种很自然的感觉 所以你们之间的矛盾到底是胖 还是那个需要结婚的时间在意 到底是什么 我是希望他能够的是 做得更好一点 什么做得更好具体点 体重管理 对 因为他现在就 如果他减掉三十斤 那我会倒追他 你眼中就是评论一个女人 是否能结婚就是胖与瘦是吗 不是这个胖 是那个决心应该算是 决心 对 因为我唱过他很多次 当然都没有用 而且每一次吧 他都变变加厉的 你知道他为什么胖吗 不知道 他有一句话呀 一生气就愿意吃 对吧 这是你说的 你也发现了 对不对 对 为什么女孩要通过吃来排解自己的烦门 因为他也知道自己胖 他其实也想减肥 对不对 为什么 你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因为跟你无法沟通 当一个女孩把自己的苦闷 依托于其他的某件事情上 能得到的欢愉来弥补的情况下 他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没有人能够懂的 没有人能够跟他真正的去沟通 而他希望的这个人就是你 但你不 你不理解他为什么一而再而三的想跟你结婚 你财礼我都可以借钱给你 你到我们家里面 你我照着你 千方百计的去要跟你搬到一起 难道他不知道这是上感的吗 难道他不知道吗 但在这几件事上 你没有没有做过一个充分的 能够让他接受的理由 去把婚妻的事情在意 你只是简单粗暴地说 不行 我一定要挣到什么钱再娶你 其实那个目标来说 到底是借口 还真实的目标 你已经不成为问题 为什么你要把它人媒地设置成问题 还去换锁 跟自己室友说 别让他搬进来 你为什么不能坦坦荡荡地 跟这个女孩沟通呢 他根本不知道你要什么 他以为 只是说嫌我胖了 所以你带给他只有苦闷 苦闷他又不能得到排解 只能又去吃 这样恶性循环 所以男生你真的喜欢他吗 你不要拿一个条件来 作为跟他结婚的借口 你真的喜欢他吗 现在对他还有好感 还有好感是吧 对 女生听见了吗 你千万不要再跟他提结婚了 你现在的地位已经到地上了 你不要再往五体投地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感 好感就是一件好事 可以慢慢地去谈 增加更多的好感 才能去结婚 对不对 否则你在他心目中 他越来越恐惧你了 躲着你 然后你又生气 然后你又去吃 对你不好啊 你说了你不太自信 对不对 不自信来源于什么 不来运他 来运自己 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 把自己过得有自信美美的 想结婚可以 但一定找对人 一定要讲究节奏 慢慢来 强顶的瓜是不甜的 明白吗 我还特想补充一句 刚刚我忘了 这女生还花钱 让男生每天给他送花 还付跑腿费 他还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的 对 你这个钱又白花了 你直接给花店 我告诉你 花店的人 每天风里来雨里去 保证准时给你送到 你何必呢 是吧 所以啊 你要的到底是那花 还是送花那个人 要的是花 花钱都能买 关键是这个送花的人 有没有这颗心呢 花再多钱也买不到的 明白吗 与其花冤枉钱 不如把这钱花在自己身上 把精力放在自己身上 好吗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教育孩子一定要讲究方法 12岁到18岁的孩子 给他看这十本书 他会越来越棒 他会放下手机 不再拖延 不再叛逆 结果超出你的想象 第一本 你不努力 谁也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 第二本 将来的你 一定会感谢 现在拼命的自己 第三本 余生很贵 请勿浪费 第四本 别在吃苦的年纪 选择安逸 第五本 你的努力 终将成就更好的自己 第六本 别在该动脑子的时候 动感情 第七本 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第八本 再见了吧 拖延症 第九本 别让生活耗尽你的美好 给孩子一个机会吧 你的礼物 让孩子成就一个更好的自己 我这下来的 我这下来的 嗯 我只要在这一步 第一本 就是对孩子的 在那核心里面 然后 我这下来的 我这下来的 你这下来的